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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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纳图纳群岛 淡美兰群岛和巴达斯群岛 这里地处亚热带 岛上覆盖着茂密的森林 气温高 酱水丰富 盛产木材 可可 大米玉米椰子等植物 《纳图纳群岛》在我历史上早有记载 汉代以前 我国称纳图纳群岛附近的海域为《展海》 这个称呼和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 由于纳图纳正好处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交汇的马六甲海峡附近 受两大洋水位落差活动影响 水位经常出现升高和回落的现象 因此 我国先民称此海为《展海》 与之对应的《纳图纳群岛》被称为《展海棋头》 棋头即岛屿面积较大的《纳图纳大岛》 则被称为《极大棋头》 东汉时期 出生于南海郡潘鱼县 经广州市海珠区得大臣杨府所著的《义武制》 一书就有关于《纳图纳群岛》的记载《展海棋头》 谁浅而多此时 意思是说 位于《展海》的群岛 谁浅 而且多有暗礁 三国时期 丹阳太守万镇著有南州义武制 是研究古代岭南的珍稀史料 据此书记载 东北行 极大棋头 出涨海 中涨而多此时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 从马来半岛出发 往东北方向航行 有极大的岛屿 高高助力在涨海中 海域正在涨水 海中多有暗礁 就此记载来看 与纳图纳附近海域的情况 吻合度相当之高 可见 极大棋头 就是纳图纳主岛 两宋时期 随着远洋航海时间的增多 南海珠岛又有了新的名称 常用 千里长沙 万里石塘 泛指南海珠岛 从那时起 越南中部的交纸阳 近北部湾和纳图纳群岛 都被作为中国与海外诸国的海域分解 他过船只 只要经过了奈图内群岛或交纸阳 及时为进入中国之境 据说当时 从西方来华做生意的阿拉伯商人 只要看到纳图纳的骑山 便知道快到中国了 15世纪初 正河下西洋 路过此处 也将 掌海称为石塘 掌海漆头 称为石塘语 据跟随正河下西洋的船工们后裔们所说 南海 石塘面积最大的岛屿 也就是 极大齐头 曾经被正河船队作为海上补给第一驿站 船员们在岛上建造了大量营地 并配备较为完善的生活设施 留人职守 由于众多青壮年经常往返西系与该岛 所以 人们又将 极大齐头 称为万生石塘语 在我国最著名的航海图 正河航海图上 这个 万生石塘语 所对应的位置正是纳图内群岛的位置 正河之后 明朝不再组织官方远航活动 但当年一部分跟随正河的士兵和船员飘洋过海 携家带口前往南洋讨生活 其中就有人在纳图纳群岛定居了下来 比如广东潮山人水手层远方就带着家眷长期居住于此 这些中国人在岛上形成了规模不小的群落 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 赐明 万生鱼 安不纳 寓意这片岛屿的居民不需要向明廷缴纳税赋 从此人们管这片群岛叫安不纳岛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安不纳岛上的汉民互帮互助 倾入一家 一直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清军入关建立中原统一王朝后 郑成功领导的郑氏家族在东南沿海开展反清赋明活动 并且在台湾建立了第一个汉人政权 1683年 明政政权在清军和荷兰军队的夹击之下覆灭 刘国轩 冯锡范等人携右主郑克爽向清朝投降 明军将领张杰旭不愿叛国 随带领广东沿海的三百多名南民残兵 和一批不愿意接受满清统治的渔民逃到安不纳岛 建立明张南洋政权 俗话说靠山持山靠海吃海 安不纳岛多山地 只有沿海一带有耕田 渔业是这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因为地理未知的特殊性 这里成了很多捕鱼公司首选的晾晒鱼竿的地点 除了渔业外 安不纳岛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商机 安不纳岛附近的婆罗洲岛 如今的加里曼丹岛 由于处在环太平洋地震带 火山活动频繁 活跃的地层岩浆喷出地面后 将大量金属带到地面 从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岩金矿 而表层岩金经过今年累月的分化作用 脱离岩体流入河流 从而形成了众多沙金矿 这些大自然馈赠的财富吸引了无数怀揣黄金帽的人 安不纳岛正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淘金者到婆罗洲岛淘金的必经之路 也是这条航线上最重要的补给点 淘金者前往婆罗洲的旅途中 需要再次修整 补充物资 挖到金字的人回国途中 也同样需要在这里落脚休息 以张杰旭为首的士兵控制了岛上的码头 垄断了南下淘金人的生意 在赚到第一桶金之后 张杰旭成立了南华公司 控制了周围多个小岛 并且建立了完备的制度 当时岛上华人占大多数 这些人通过商业发家致富 自然而然拥护张杰旭成为国王 成为安不纳道实质领袖的张杰旭并没有另立国号 仍然自称大名后裔 奉大名为征朔 对外则依旧以南华公司的名义 与周边国家以及西方殖民国家开展贸易 17世纪前夜 在荷兰政府的支持下 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 以便靠海外贸易业务盈利 以便对东方诸国进行殖民掠夺 为了抵抗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 张杰旭率倒上华人及原住民联合作战 驱逐了入侵的荷兰人 一时雄阵南阳 在海外华人中拥有极高的威望 然而好景不长 张杰旭逝世后 亡国继承人问题出现分歧 明张政权内部发生纷争 亡国瓦解 随后 荷兰东印度公司 乘机吞并了张杰旭一手建立的安波那王国 但是此地依旧生活着数万华人 荷兰人侵占群岛后 很快搞了一系列去汉文化的动作 他们首先做的就是将中国人取的名字 安波那岛 改为安波那岛 后来又因为安波那与其他地点存在重名 所以又改名为纳吐纳 这个称呼沿用至今 其次就是开设学校 教授外文 试图截断岛上居民与汉文化的联系 在西方殖民者长时间的统治下 汉人对群岛的控制权逐渐消失 但是当地华人还是保留了一些中国文化传统 比如很多曾原方的后裔 都代代相传一种象牙胸牌 传说这些胸牌是当年随郑和下西洋的专业人员雕刻而成的 牌上刻着 万生与安波那 宣宗鬼丑年等字样 胸牌的中间是一座立体岛屿 中下部是海水当起的波纹徐々如生 荷兰人统治了这片岛屿三百余年 直到二战期间 日本军国主义妄图建立大东亚共农圈 疯狂扩张远洋殖民地 荷兰被日本军队打败 纳图纳群岛被纳入了日本统治范围 1945年8月14日 日本接受波斯坦公告 宣布无条件投降 荷兰殖民者卷土虫 来想要重新统治这片区域 最后以失败告终 1945年8月17日 印尼取得独立 纳图纳群岛作为南海的南出口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因此印尼独立后 长期表达了对纳图纳群岛的主权要求 当时的纳图纳群岛上 仍然居住着数万华人 但是人数没有特别多 也没有出现一个类似于李光耀一样的超级政治强人 所以至始至终无法建立一个独立的华人国家 甚至在面对抗印尼政府长期的排华政策时 无法形成有效的自保 独立后的印尼为了控制纳图纳群岛 向岛上大量迁入本国移民 华人沦为少数群体 至此 曾经海上华人之国的荣光化为历史尘埃 新中国成立后 很多居住在纳图纳的华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国际社会上流传纳图纳群岛上的华人 与中国政府秘密联系 希望能够回归中国的说法 这种传闻很快引起了印尼政府的警觉 因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 沿海国家的主权可以一直延伸到海岸外12海里 而海岸线外200海里范围都属于专属经济区 纳图纳群岛距离我国的南海九段线最近的地方 只有20多海里 且渔业资源十分丰富 这就使得中国与印尼之间 因为专属经济区域重叠而存在潜在利益冲突 在现实中 两国渔民也时常发生纷争 这种冲突随着南海发现大量油气资源 逐步击化 近勘探 纳图纳群岛及附近海域发的油气田 储藏了数量惊人的石油和天然气 其中东纳图纳区块的天然气储备居亚洲之首 除了储量巨大以外 这里的石油和天然气分布海域普遍较浅 平均深度在30米左右 最深的地方也只有百来米 开采成本低、利润高 纳图纳群岛因此成为印尼油气产业王冠之上 最闪亮的一颗宝石 2008年 印尼与多国联合开发竟被油气田 据估计 单单纳图纳地、阿尔法区块 就拥有46万亿立方英尺的商业 不可开采天然气 石油和天然气就此成为印尼的支柱产业之一 也正因如此 印尼当局更加害怕中国对纳图纳群岛提出主权要求 而中国向来主张和平解决南海问题 2015年11月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公开表态 明确了中方对纳图纳群岛主权属于印尼这一事实无意义 为纳图纳群岛主权之争华上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 如今的纳图纳群岛隶属印尼料内群岛省管辖 岛上常住人口约9万 包括一小部分说汉语的华人后裔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现代 中国一直秉持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 致力于和印尼合作开发南海的石油天然气资源 以维护两国关系和南海地区的稳定 从历史来看 纳图纳群岛曾经接受明朝皇帝的册封 又充当过正和下西洋的军事基地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渔民和船工自古以来在这片海域作业 岛上还一度建立过华人王国具有强烈的中国色彩 但由于古代中国封建王朝始终未能对海洋这个领域引起足够重视 加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 导致近代中国错过了在纳图纳群岛建立连续性地缘关系的最佳机会 纳图纳群岛一直无法纳入中国版图成为一大遗憾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